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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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教書30年 其實我在當老師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毒品這一塊這麼可怕 根據法務部 他告訴我們的資料就是 在校園吸毒的人口 現在已經成長到15%點多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在校園做教育宣導這個區塊蠻重要的 後來我們就邀請我們 請教員會編輯書的老師 編這樣的教材 然後我們就接著辦教材演習 辦完以後 大家就進校園做教育宣導 我們的老師 退休老師 他去做一場教育宣導 隔天有一個中措生回來 他要把毒品 有毒的香菸給同學吸 結果同學就 拒絕以後還跟老師報告 所以這個吉恩老師他就 非常非常的感恩說 我們去做教育宣導 為了五毒有我這個活動 全神這樣跑 我最大的感受是 我可以為社會這樣盡心盡力 我覺得說我這樣做其實是 對社會最直接的貢獻 每次看到接觸到 聽到那些吸毒的個案 你會覺得說 如果我們及早讓孩子知道 這個毒品對人的危害 讓他不要因為好奇心去接觸毒品 我想應該可以減少 這一些事情發生 我們老師可以在這方面 為社會去做這一塊 我是覺得是非常非常值得 我們會持續做下去 謝謝